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送走了一波婚礼热潮 参加婚礼少不了要给分子钱 然而是分子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个难题 随多了会有经济上的压力 随少了面积上又挂不住 我一个朋友结婚 那也是图极力是给了一三一四看人 轻的多一点不轻的少一点 一般的都最少了 现在可能说起步的话 就要送出五百块钱 然后再一个如果关系好一点的话 可能会上签就这样子 大学的时候最好的一个兄弟他结婚 我大概给了他三千块钱 给过最大的礼金应该是 给我自己的姐姐的一个礼金 那个时候刚刚工作 然后包了一万块的红包 是因为是自己最亲最近的人 压力肯定是有的 然后但是想着总是亲朋好友嘛 在了还总会收回来的嘛 有时候其实会有的 因为是一些不太熟的同学呀 或者是同事 他们会说到爱结婚 那你就会考虑说要不要给他们 给他们多少 少了呢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 可是多了呢又觉得 自己的这个关系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这个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它只是一个心意 有的可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说 有的可能他会少一些 有的时候多一些 此前山西酒店员工曝光了公司的新规定 员工办喜事不得宴请本单位同事 否则罚宽两千元 这次消息一度引起热议 对于办喜事该不该请同事 许多人看法不一 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一请同事呢 因为除了家人之外 其实同事是你在生活当中 接触到最多的一个人群 那你自己人生的大事 自然也需要跟他们去分享 人情重一点也还是要来往的嘛 这样子才会好一些 要不然什么都一杆子接了 一刀切也没有什么 那大家都不用坐在一起了 连吃饭也不用坐在一起了 什么都不搞最好嘛 我觉得的话这个其实是看个人 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就是说如果是说关系好的同事嘛 因为同事的你日常工作 都在天天在一块的话 也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不仅仅是同事一个关系 我觉得发个喜糖 然后告知他们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婚礼了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来一回同事之间的话 毕竟就是工作关系 关于办喜事该不该请同事的争论 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于 要不要跟同事有礼金上的往来 有人说既然这么麻烦 为什么还要随收礼金呢 听听专家怎么说 随礼金在中国古代至少有 没有几千年嘛 至少有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为了真正感情 为了在一个节情的时候 大家抽个分子热闹 增加一种友情 增加一种气氛 现在这个礼金 有越走越高的现象 这个有一种 叛逼的一种风气 这个就是我觉得要杜绝 等于是为了 为了一个面子 或者为了将来人家交换 这个超出了自己能够承受的 正常收入范围 那么把那个传统习俗的 这个意义就给它冲淡了 变成沉稠的一种时常交换 如果那个随手礼金取消的话呢 会冲淡这种喜庆啊 一种增金友谊啊 或者说增金关系的这种 这种一种内涵 如果没有朋友出席 那个场面也会很清冷 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的这种 未来我觉得这个 伴手礼也好 是变相了 还会在民间流传 保存 但是我们要杜绝 减少这种变异的 很夸张的 这种时常的 能力的交换 这是应该反对很多人 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参加喜事 除了传统的随分子 一些时尚的祝福新方式 也逐渐流行起来 一些年轻人觉得 只要心意到了就行 随手礼金也并不那么重要 亲朋好友的话 我觉得他们来了 心意到了就行了 其实分子钱这个东西 反正我是结了婚的 我的感受是 他们送与不送 多少与 这个对于我来讲都还好 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 一些科卡 然后给我们拍的 一段小视频 然后这种比较有留恋的 让我们能够 未来有回忆的 我觉得这种 会比较好一点 哪怕你不随礼金 其实你送一个礼物 特别有心意的礼物 或者是说 你自己制作的 一个小东西 哪怕是一张明信片 一张自己亲手 写的一个科卡 我觉得都可以代表 自己的心意 都是挺好的 送一张那种旅游票 就是说计价酒 让他出去玩 我觉得这种礼物 也会比较有意思 如果是关系很好的人 那我比较心爱于 他给我准备礼物